朋友们好 看 整花生带壳蛋 这是我哥给的 里面的花生仁很漂亮的 就是每天剥有点麻烦 现在我们剥 剥了喂鸽子 都该饿了 今天剥花生剥的时间太长了 因为花生很难剥呢 吃的时候都感觉不到 剥了给鸽子吃 还挺难剥 抢喽 我们现在养鸽子 冬天的话 现在天气比较冷 这段时间很多鸽友 都说他的鸽子生病了 可得照顾好 不要喂多 千万要记住 要不也学我这样吧 一天只喂一顿 别喂多 你要是喂多的话 你比如说一天喂两顿呀 两顿都吃的很饱 两顿都吃的很饱的话 马上鸽子很容易生病的 比如说鸡病毒各种 就来了 到时候怕不怕 老师也是 来 吃吧 我一天只喂一顿 一顿也只吃个八九成宝吧 每次就是食草里面不给他剩粮食的 你要再给他弄个一勺子 一铲子的话 他也能吃完 滚 滚 滚 不给他们吃 你们吃个粮 老师你还是抢食抢不过他们的 我都怀疑鸽子生病主要原因 来源于啥吧 我没休息了 在家里了 有时间喂他们了 把平常感觉亏待他们的 都给他们整上 结果吃多了 出毛病了 还是一天喂一顿 现在没有配对的话 比较靠谱 真的 只要鸽子能见到阳光啊 每天别 别像昨天说的那样 一日一冷 一会拿出来 一会拿进去 一日一冷 那样容易生病 一般的都没有多大问题 你比如说像我这个 他就是不弄这个 雅各利板 这边风很大的 他们也能好好的 就是害怕啥吧 今天冷一下 拿到室内 明天又给他拿到室外 一冷一热 这样容易遭毛病 知道吧 遭毛病就不好了 还得急速 给你们吃一下 那一点给 给你们吃 我主要的想给这个 老少年事吃 老少年事最近有点瘦啊 在笼子里面 他吃食 还是能 吃饱的 在这边总感觉到抢不过他们 来 其实鸽子也能养得很亲人的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鸽子的这种状态 其实饿一点挺好 你看那个白鸽子还是有点胆小 你看看 哎呀你个笨蛋 我一下子扔过去那么多 他竟然不敢吃 快快快没有了 朋友们记住啊 可千万别喂多 有的朋友说花生吃多了不好是吧 花生其实比玉米的那个还厉害 油量还油量还大 这个油量还大 营养还高 没事的 要针对性的 你比如说像他们这些鸽子都很壮的这些啊 就不给他们吃那么多的 就比如说老少年事最近有点偏瘦 我经常摸他们的 给给给 往那边挂 去吧 老少年事有点瘦的 你看一抓抓住了有点瘦的 我就给他多吃一点花生 好了好了好了没有了 没有了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鸽子别喂太饱啊 最近放假了都该在家玩鸽子了 可千万别喂太饱 喂饱了还不亲人 看我这个多亲人 好了好了好了 快点